在中国著名的敦煌墨高窟新编第323窟中,有一幅被称为敦煌壁画精品的张谦初始西域图。 虽然他的内容与史实有点出入,但却证明了张谦初始西域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。 张谦是西汉著名的外交士臣,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亚地理探险家。 张谦生活的时代,北方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少数民族匈奴,对汉朝边境威胁很大。 到汉武帝时,西汉王朝国力增强,汉武帝决心用武力解决边幻问题,就向全国发出招募,希望通过联络匈奴的宿敌来共同对付匈奴。 张谦以宫廷侍从的身份应召出事。 公元前138年,张谦率领使团从首都长安出发,踏上了通往遥远的中亚阿姆河的征程。 然而没过多久,张谦一行被匈奴扣留,13年后才脱逃成功。 张谦虽然没有完成使命,但他的中亚之行却取得了许多意外的收获。 由此开始,中国人才知道帕米尔之息还有另外一个文明世界。 而他对道过中亚国家的风俗习惯,政治状况的记录,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。 所以,实际中称张谦通西域是凿空,就是凿通了一个空道。 编幻未除,始终是汉王朝的一大心病。 汉武帝再次派张谦出使西域。 公元前116年,张谦率领一个300人组成的使团,踏上了第二次出使西域的行程。 他和随行的副使,分别访问了多个中亚西亚国家。 这些国家也纷纷派使者回访,中国与中亚、印度和西亚诸国的官方往来,从此拉开序幕。 张谦出使西域,促进了东西方各国的相互了解和交流。 在丝绸之路上,进行贸易往来不单单是丝绸。 张谦本人从中亚带回了葡萄和木絮等中原没有的物种。 优良马种大丸马也从西域传入中国。 中国的梨和桃也从这个时期开始传入中亚。 这些物质交流大大丰富了东西方各国人民的生活。 作为外交使者,张谦两次中亚之行都未达到目的。 但作为地理探险家,张谦的中亚之行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 此后不久,中国与西亚诸国进行的宗教、文化和艺术方面的交流, 给古老的中国文明注入了新的血液。 著名的丝绸之路,以张谦通西域为开端, 张谦到中亚之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